拿到藥單看了一下 有看錯嗎 拿近一點再多確認一次 過敏史這一行 竟然出現不雅自言 那好可憐 他跟他有仇嗎 他為什麼這樣子 他太誇張了吧 24號基隆一名媽媽 因為兒子發燒 帶她到布立基隆醫院 看醫生拿到藥單 看到這一行字 整個愣住 很傻眼又好笑 因為我又沒有跟那個 護理師或醫生廠國家 也沒有任何的糾紛之類的啊 對啊 那怎麼會有這段話呢 真的覺得很無辜 當下馬上反映 連護理師也傻眼 那護理師他又幫我改 然後他也很納悶 怎麼會有這段話 然後也一直跟我道歉 對啊 就是說 他們的系統有問題 院房表示電腦並沒有建入 相關字眼 也會配合管理系統的廠商 來釐清狀況 確認病例使用情形 及異動記錄 如果發現有人涉案 會嚴加懲處 看著基本流程 病人掛號 醫生開病例單 介入問診內容 開立藥物或安排檢查 再存檔印出處方 患者批價領藥 整個過程護理師沒有權限更改內容 只是都說沒進入這一行 那怎會莫名出現 甚至還交到民眾手上 那就原諒他們啊 對啊 就是說很多人就叫我跟他們提告啊 想說算了 就不屈啊這樣 對 因為我就是不是那種 會跟人家吵架什麼的啊 雖然當事人不提告 但後續恐怕得繼續追查 到底哪個環節出問題 TVBS新聞 我留心款顏身份機樓 採訪報導